但是整天就是做都说 我要退休了啦 因为我爱干啦 整天吵着要退休的绝对不是低 懂意思吗 低的一定是死在办公桌上的 或者死在洽工的路上 所以各位 这样有没有勾勒一个低型客户的样子 有了 I型的客户 两句话送给他 第一个 正向热情喜分享 长袖善舞人脉广 记得 I特指的人 第一个看老师 脸部表情非常多 高兴生气失望悲哀 都是浑身都是表情的 这个就是高I的 还有呢 第二个特征就是 你觉得这个人有点 鸡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鸡婆婆 就是 鼓到热肠 吃好到热肚 这种感觉 就是I型的 还有第三个特征 看老师 就是呢 他常说这种话 我跟你讲 专潢找你大哥 那我死党 我朋友 我兄弟 报我名字打九折 来 那一家餐厅老板我认识 报我的名字送小菜 有没有这种朋友 就说他认识好多人 报他名字有好康的 你不用怀疑的 那个就是I的 但是I的顾客 是很厉害的 他有一个特色 记得 你跟你讲一句 他就聊三句 你聊两句 他就聊六句 天安门聊到三地门 香坛甚欢回家 忘记卖产品 好 就说他很能够 岔开你的话题 跟你东聊西聊的 这种就是标准的 I型的 好 而且I型的人 他会有一点 他听你讲话 是不专心的 他常常会跳痛的 比如说你到他家 千万各位不可以去 I的客户家 卖东西 为什么 你只要一讲五句 他就突然跳痛 要不要吃西瓜 我切西瓜 他就跑掉了 然后终于回来了 吃了两口 你又开始讲 他又跳痛 还有葡萄 我再去洗葡萄 又跑掉了 就是你要他乖乖 听你讲话 跟要他命一样的 各位 所以各位记得 I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很喜欢 附和别人的 这个就是I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 每次讲话就是 对 真的 对 漂亮 赞 就是喜欢附和别人的 这种就是 超级I型的顾客 懂吗 好 对I型的顾客 我只有三句话 送给大家 第一 让他喜欢你 第二 让他喜欢你 第三 让他喜欢你 而且各位要记得 I的顾客 暂时性失忆症都很严重 所以 只要他说要 当下一定要收钱 否则放虎归山 明天睡醒了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好 所以各位 送给I的 三个字 叫 很热心 好 各位 你如果周围有这种朋友 就是鸡妈妈的妈妈 鸡婆婆 然后呢 就是下班就喜欢摸八圈 唱卡拉OK 约人吃火锅的 就是 不甘寂寞的 而且很喜欢 到处分享资讯的 看什么电影好看 电影院没有给他佣金 他也是讲得很开心的 这种个性 就是I型的 好 各位想想 你周围有没有这种顾客 有 好 来各位 S型的顾客 我送他两句话 好吗 叫做 忠诚稳定 有耐心 善体 仁义 专业精 S值的顾客 第一个给人感觉就是 好好先生 贤妻良母 就是你觉得他站在你面前 他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他也不会侵略你的 那我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这种人 有没有 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是 嗯哼 那喜不喜欢 我哟 那到底要不要 嗯哼 好 就是哼哼哈哈 不太讲话的 好 这种就是标准的S型 好 再来一个特征送给大家 S型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耐性的 好 S这种顾客 你讲什么 他通常都不会这样 他不会 他就是 嗯哼 啊哈 没关系 慢慢来 嗯好 他不会鼻孔哼出气体来 他也不会怎么样 一直看手表 他就是很有耐性的 这种特质是S的 好 然后呢 再来一个重点 他是会嘘寒问暖的 好 就是 你跟他在谈生意 他就会关心你说 哎 你咳嗽 他就说 哎 你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啊 啊我倒个热水给你喝啊 啊他就说 哎呀 那你是不是太累了啊 啊 就是他会去嘘寒问暖的 这个特质是非常妈妈的个性 这个就是俗称S型的人 好 还有的话呢 各位S型的特点 就是通常你感觉跟他在一起 他完全没有想要掌控你 他就是说一动 做一动 你不说 我不动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